欢迎回到大秦小鱼深挖人性善恶 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2020年江西省某市爆发洪水 党中央派遣数万名人民解放军前去抗洪救灾 经过近一个月的抗洪救灾 总算将这一场天灾化险为夷 事后人民子弟兵们都疲惫不堪 需要休整几日 师长宋川渊说道 有哪些兄弟是本地的 给你们一天时间回家看看 不是本地的兄弟好好休息 不准外出 如果真想外出 跟着你们的班长去帮老百姓干干活 不过记住了 不论是回家的 还是出去给老百姓帮忙的 都不准拿老百姓的一分一毛 禁止被老百姓投喂 他们是国家的军人 人民的子弟兵 保护国家 保护人民是他们应该做的 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 三名年龄二十二三岁的小伙 一起结伴回家看看 这三人名叫张子涵 董强强 汪鹏 以前是初中同学 后来一起当兵 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 只是没想到 此次抗洪旧灾 一起回到家乡 三人行走在回家的马路上 前方一位母亲 正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 迎面走来 也就在这时 一辆丰田坝道 猛地急驰而过 由于这段时间 一直是阴雨天气 路面上有很多积水 丰田坝道急驰而过 溅起大片水花 直接将那对母子 临乘落汤鸡 小孩子的脸上溅满了水 被呛得哇哇大哭 孩子母亲 看着那辆路过的丰田坝道 敢怒不敢言 只能委屈地哄着孩子 张子涵三人都是热血青年 见到这幕 他也是气得不行 那开车的人 实在太没有素质了 其实他们三人也被见到了 这倒无所谓 关键小孩子 被水枪的脸色通红 这个他们忍不了 恰巧前面是红绿灯 那辆丰田坝道 正在等红灯 张子涵心中憋着一股怒气 快速地跑过去 敲打丰田坝道的车窗 里面车主将车窗按下来 张子涵看清楚里面的人 是一名壮汉 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 戴着墨镜 嘴上还抽着烟 这位先生 麻烦你将车停旁边 然后下车给那位姐姐道歉 张子涵严肃说道 车主将墨镜往下一砍 眼镜往上一翻 扫了一眼张子涵 嘴角冷哼一声 你哪位呀 在这里多管闲事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刚才在积水路面行驶太快 水花见到人家了 还有他的孩子 现在那孩子被水枪的大哭 希望你过去道歉 再带他们母子俩去医院 看看孩子有没有事 张子涵不卑不亢 正义凛然 让老子给一个女人道歉 你特么知道我是谁吗 水花见到他活该 谁让他不长眼 老子车子开过来 都不知道避让 车主不耐烦地说道 你是不是男人 明明是你有错在先 却反过来怪别人 你也太霸道了吧 张子涵心中的火气 也上来了 他强压着怒气 让自己心平气和地说话 小子 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 别特么以为穿着迷彩服 就以为自己了不起 在老子眼里 给你面子称呼你一生 人民子弟兵 不给你面子 你特么就是一条狗 懂吗 车主很不耐烦 就算我们是狗 我们也是有素质的 而你 连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 简直连狗都不如 张子涵直接回击道 狗东西 你特么骂谁是狗 男子将车靠边 然后下车 五大三粗的身材 走向张子涵 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是本市公安局大队长 王长虎 就凭你刚才那句话 辱骂国家公务人员 老子就可以将你抓捕 张子涵虽然是当兵的 但涉事未深 被王长虎的气势给逼得后退 好在董强强和汪鹏两人及时赶到 为他撑腰 哟 你们这是人多欺负人少是吧 王长虎掏出手机 准备摇人 我们是军人 只会欺负敌人 不会欺负自己人 张子涵回道 我们只要求 你回去给那位姐姐道歉 带他的孩子去医院看看 张子涵三人站成一排 目光坚毅 老子要是不去道歉呢 今天必须道歉 张子涵丝毫不退让 好 有种 你们三个毛眉长齐的家伙 跟老子杠上了是吧 很好 站在这里别走 说吧 王长虎拨打电话摇人 喂 把我们队的兄弟都给我喊过来 穿便衣 开四家车 地址马上发给你们 很快 三辆黑色私家车开过来 十几名身穿便衣男子 从车上下来 将张子涵三人围住 给我教训教训这三个臭东西 赶拦老子的路 真是特么欠教育 王长虎直接下令 面对如此庆幸 张子涵三人也心生畏惧 你们要什么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敢对我们动手 就是在挑衅我们部队 张子涵三人 利用解放军部队的威名 镇住这群人 谁曾想 那王长虎压根不拒 怎么 解放军了不起啊 你们三个充其量 就是个杂役兵 有编制吗 别说有编制 就是你们师长来了 老子也照打不误 别跟他们啰嗦 给我打 他们师长充其量 就是个科技干部 不用畏惧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有了王长虎这句话 这群便衣警察 都放开了胆子 十几人群殴张子涵三人 张子涵三人 平日里在部队训练 也有些拳脚功夫 可双拳难敌四手 面对十几人的围殴 他们也只有被打的份 站在不远处的妇女 见三名年轻的抗洪战士 被王长虎等人群殴 他抱着孩子 迅速前往临时部队 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那里的领导 王长虎等人 将张子涵三人揍趴下 三人脸上都挂了彩 要是不服气 来警局找我 老子恭候你们 和推王长虎朝着张子涵三人 恶狠狠地吐了一口老痰 随后众人驾车而去 这边 师长宋川渊 从妇女那儿得知情况的 愤怒地咬牙切齿 他立马召集所有班长 确认一下谁的兵 立马召回部队 很快张子涵三人被班长召回去 宋川渊亲自问他们来龙去脉 自己的兵被人欺负 他很愤怒 但是初要有名 如果是自己的兵先犯错 那就不好找人家讨公道了 听了来龙去脉后 自己的兵一点错都没有 宋川渊松了一口气 同时更加愤怒 一班到十五班的兄弟 全部上车 跟我到公安局讨个公道 是 师长 伴随着一道整齐滑衣的回应 上百名兄弟 纷纷爬上部队卡车 轰隆隆 十几辆绿皮卡车 犹如一条墨绿色的长笼 从部队里鱼灌而出 剑指是公安局 宋川渊带着张子涵三人 坐在第一辆卡车上 一路上 宋川渊神情严肃地快要滴水 他的兵此次被中央派过来抗洪救灾 这些日子兄弟们哪个不是双手双脚 被洪水泡得起皮 哪个不是三天睡一觉 五天睡两觉的 哪个不是站在洪水到来的第一线 扛着沙袋用自己的身躯去滴档洪水 他们一个个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小伙 都是别人家的心肝宝贝 此次为了这一方的老百姓奉献自己 当然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干这些事情是他们的本职 然而 作为本地的政府官员 在本地老百姓最为困难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居然还有空余时间 空余人力 欺负人民子弟兵 此等行为简直恶劣至极 带头打你们的家伙 叫什么名字 什么职位 知道吗 宋川渊问道 他叫王长虎 是市公安局的大队长 张子涵回道 他们打你们的时候 有没有放出什么狠话 说了 王长虎说 就算师长 您过去了 他们也照打不误 张子涵很诚实地 将王长虎说的话 附述一遍 连我也照打不误是吧 很好 今天我倒要看看 他有没有这个胆子 宋川渊气的那张国字脸 仗得通红 十几辆绿色军用卡车 所过之处 大地都在微颤 很快他们到达 是公安局大门口 十几辆车一字排开 将是公安局大门口 堵得水泄不通 此刻 正在办公室办公的局长 钱明泽 突然感觉不对劲 放在桌子上的茶水 莫名地产生 一圈一圈的波纹 耳边不停地传来 嗡嗡的声音 他喊了一个手下 过来问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好像整栋楼在危阵 局长 有十几辆军用卡车 停在咱们公安局大门口 上百名军人围在外面呢 手下回道 军人 是此次抗洪救灾的战士 好像是的 他们都穿着迷彩服 一个个面带怒气 气势有点吓人 钱明泽眉头紧皱 这群军人都是过来抗洪的 现在洪水都已经流走了 他们不回去 跑我公安局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走 叫上帝兄们 下去看看 钱明泽带着一帮弟兄刚到楼下 听到一道响亮的喇叭声 王长虎 给我滚出来 欺负我们解放军的弟兄 谁给你的胆子 不是说解放军的师长 来了也照打不误吗 现在老子来了 动老子一下试试 声音铿锵有力 犹如闷雷 钱明泽立马停下脚步 原来是他公安局的人打了人家 这是讨公道来了 钱明泽深深叹了一口气 王长虎是他的侄子 亲侄子 他看一眼外面 一群人来势汹汹的 王长虎呢 把他给我叫过来 真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东西 王长虎也听到了外面的喇叭声 他没想到这群人居然真的有种找上门来了 立马带着弟兄们赶出来 恰巧在大厅碰到自己舅舅 王长虎 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 为什么这群解放军会找上门来 钱明泽质问道 局长 一点小事而已 我自己出去解决 王长虎无所谓地笑道 这里可是是公安局 让这群人也不干造次 钱明泽皱着眉头 瞪着王长虎 你自己解决 就你那性子 能解决什么 都跟我出去看看 待会儿你别给我插嘴 一切由我来解决 钱明泽太了解自己这侄子的性子 容易冲动 这要是由他来解决 只不定打起来 众人跟着钱明泽后面走出去 你好 我叫钱明泽 是这里的局长 你们带头的是谁 来我公安局有什么事情 钱明泽大声问道 宋川渊下车 带着张子涵三人 走到钱明泽跟前 你好 钱局长 你们公安局的人仗是七人 违规执法 十几个人将我的三位小兄弟 给打成重伤 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宋川渊让张子涵三人 站在钱明泽跟前 让他好好看看 他们的人是如何下毒手的 钱明泽自知理亏 可宋川渊刚才的一番话 让他很不爽 什么叫仗是七人 违规执法 这特么是故意找查来的 看着眼前的三个小伙子 被打得鼻青脸肿 钱明泽微笑对宋川渊问道 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我叫宋川渊 是他们的师长 哦 原来是宋师长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仗是七人 违规执法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我的这三个兄弟被打成这样 难道不是证据 宋川渊双目如炬盯着钱明泽 他感觉到这家伙想耍赖 三位小兄弟 你们确定打你们的人 是我们公安局的 钱明泽笑咪咪地问道 当然确定 打我们的人就是他 还有他旁边站着的十几个人 别以为你们换上 警服我就认不出来了 张子涵一只手指向 钱明泽身后的王长虎 长虎 这三位小兄弟是你们打的吗 钱明泽转过身至问王长虎 同时他不停地给对方识眼色 王长虎立马心里神会 局长 我们可是执法人员 怎么可能会公然打人呢 我只是在开车执法的路上 不小心车速开快了一点 将路面的水溅到他们身上 这三个小伙子 趁我等红绿灯的时候 将我拦下来 叫嚣着让我下车赔礼道歉 我当时也下车道歉了 可这三个小伙子得礼不饶人 要我跪下道歉 我是警察 怎么可能跪下来 于是我口头上教育一下他们三个 然后开车离开 这三个家伙跟着我车后面紧追不舍 八成是追我的过程中摔的 王长虎一翻狡辩之词 瞬间惹怒了宋川渊众人 宋师长 你听到了吧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只是小矛盾 你带的人还真会撒谎 年轻人撒谎也正常 我们就不计较了 麻烦你带回去好好教育 宋川渊直接被气笑了 当面撒谎 包庇下属 脸部红心不跳的 你撒谎 明明是你喊来十几个人过来群欧我们 还特意嘱咐过来的时候 穿便衣 开四家车 张子涵三人气的鼻孔吐着粗气 拳头紧握 算是见识到了 这帮人简直就是无赖 你们三个说话给我注意一点 你们公然闯入公安局 已经犯法了 现在又污蔑我们公安人员 念在你们是抗洪战士 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要是再纠缠 就别怪我们将你们犒赏 钱明泽也散发出属于他局长的威严 一个小小的师长 也敢带人闯公安局 师长在他们眼里 充其量就是一个阵长级别 这件事情传出去 他钱明泽的脸往哪儿隔 就算把事情闹大了 他也不拒 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 更何况对方还不是强龙 就是一条臭虫 看样子 钱局长这是要公然包庇了宋川渊冷冷地说道 宋师长 你可是军人 说话要讲究证据的 你说 我的人群殴你的下属 请你拿出证据 拿不出证据 请你现在带着你的人跟我离开 钱明泽大手一挥 做出感人的架势 放心 证据我会给你的 你带兵不管兵 任由自己的手下横行霸道 今天我就替你管教管教你的手下 宋川渊上前一步 双目死死地盯着钱明泽 一时间现场气氛剑拔弩张 怎么的 难不成你要在我的地盘打我的人 钱明泽失去了耐心 直接对着宋川渊怒吼 打人 哼 我们可是有素质的 不会以多欺少 宋川渊不屑笑道 那你要怎么着 很简单 你的人欠教育 我将王长虎带到我们部队 替你好好教育 让他知道什么纪律 宋川渊大手一挥 把他给我带走 顿时 宋川渊身后的几个兵 上前准备将王长虎给押走 你们敢 钱明泽怒声咆哮 双目星红 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光天化日 敢强行带走我们公安人员 谁给你的胆子 中央政府吗 只要你们敢动王长虎一下 别怪我不客气 前局长怎么个不客气法 我倒要见识见识 宋川渊回首对着弟兄说道 把人带走 就在这时 钱明泽直接掏出腰间的配枪 将枪口指向宋川渊的脑门 公然挑衅政府权威 你的行为是在造反 是在破坏国家安宁 长虎 打电话让刑警大队的人过来 其余兄弟 将这里所有人都给我靠上 这群年轻的军人想要反抗 被宋川渊制止了 大家不要动 让他们靠 很快刑警队的人来了 看着眼前的场景 他们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 这公安局的人怎么跟部队的人闹起来了 这事情可闹大了 他们还是配合钱明泽 将在场的一百多名军人送到局子里 前局长 事情可不是这么处理的 你们到底为什么事情闹矛盾呢 怎就闹到这个地步了呢 刑警队队长叹气问道 怕什么呀 一个小小的师长而已 充其量就是一个科技干部 敢在我这里闹事 我不抓他 抓谁 你糊涂啊 他们可是中央派过来抗洪救灾的战士 就算那宋川渊是个科技干部 他也是中央派过来的科技干部 难道你没看到抗洪的时候 市委书记还有市长他们 对这个宋川渊有多客气吗 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刑警队队长许文祥 此刻眉头皱得要哭了 我也是脑子有始 居然配合你将这群抗洪战士送到局子里 你好自为之吧 已经上头的钱明泽终于冷静下来 他现在可以说是遍体声寒 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怎么办呢 老许 我我脑子发热了 都怪我那个侄子 我护短心切 这这真是造孽呀 要不我将市长 市委他们喊来 求他们帮我出出主意 我不知道 你别问我 老钱我先跟你说明了 你要是下水了 别把我拖下去 丢下这句话 许文祥立马走人 许文祥走后 钱明泽开始有点六神无主了 冲动是魔鬼 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当下 他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打电话向市长求助 他刚准备打电话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钱明泽迅速接听 刚接起电话 一顿咆哮声传来 钱明泽 你特么的做了什么 公安部和省里公安厅 今天都派人下来了 中央亲自派纪委过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刻 钱明泽只感觉天塌了 这才过去多久啊 半个小时都不到吧 消息就传到中央去了 老子马上过去 你给我一个解释 挂断电话后 钱明泽一屁股摊坐在椅子上 就在这时 王长虎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 舅舅 要不把那个姓宋的 单独关一个房间 我来审问审问他 给他点颜色看看 钱明泽看着自己侄子 心里都起了杀心 审问他是吧 好 你过来 你过来 我告诉你 用什么法子审问 王长虎走到舅舅跟前 笑着问道 舅舅 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钱明泽一把揪住 王长虎的耳朵 往下使劲拽 另一只手狂扇 王长虎脸颊 谁特给你权力审问了 谁他们给你单子审问了 老子为什么要护你这么一个畜生 你知不知道 我们捅了大老子了 王长虎被扇得晕头转向 舅舅 别打了 别打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给我老实交代 为什么要狂殴那三个抗洪战士 那三个臭小子让我很不爽 怎么了 舅舅 你不是说对方就是个科技干部吗 怕什么 王长虎不明所以 要是害怕 为什么要抓别人 现在把人抓了 靠上了 又害怕 真是够耸的 公安部和省里公安厅的人都来了 中央也派人过来了 你知不知道 你说我怕不怕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畜生 人家是中央派过来抗洪救灾的解放军 你群殴人家就是在打中央的脸 你知不知道 王长虎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半个小时后 市长 市委书记都赶来 钱明泽 你特么还坐在这里等死吗 还不跟我去部队道歉 市长 不用去部队了 人就在我局子里呢 在哪呢 赶紧带我去 都被我靠着 在牢里 市长 市委书记 两人 差点晕倒在地 你个畜生 你把他们给抓了 钱明泽痛苦地点了点头 狗东西 老子不明白 你特么是怎么坐上这个位子的 等死吧 都特么等死吧 你连解放军都干抓捕 你怎么不去抓捕天王老子 你特么等着背锅吧 反正老子什么都不知道 下午五点 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人 以及中央派来的纪委都到了 整个市公安局里所有的执法人员都省公安厅派来的人控制住 整件事情以一种雷霆手段进行处理 市委书记 市长等人全部被降职 所有参与群殴事件的警员全部开除 另外 钱明泽被双开 纪委对他进行进一步调查 至于王长虎 公安部的人将他送到部队 先让宋川渊处理一下 最后 宋川渊如何处理王长虎 不得而知 后来有人看到 有一个长相类似王长虎的人 断了两条腿 趴在大街上要饭 至于钱明泽 被判十五年刑期 所有财产全部充公